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平安應該是對這個237 條的頭 那麼我們這段經的本本是在235 條 四孫正在這裡 一切阿樂喊 佩志佛地 佛羅密 初正在這裡 隨我正在 有比別體 上輝境界 風宿余地 何以果 三生粗獎不如有法 風宿余東角 東敵 為彼國 世尊率須意 那麼前禮 優冠就這個 236 條的末了 祂這個須意地 祂是須命中 二生粗修是祂須提收生的地位 這個文是須意地 就是知道扣接 就是繁複營戈 出世就是知道要得到這樣 那麼另外一須 就是叫什麼呢 依法佛依人 跟依義佛依義 依了義佛依不了義 依底佛依色的輸依底 它是說第二 第二的功課是最好 那麼這次我們就已經前禮拜末了 有跟我們說明過 另外開出 大生 本生 心態環境的這個須法余 研究過 所以 它現在還在對我們現在對畫面 才說動役的這個入流地 就是一個說那個 數依流氏 這個意思是說什麼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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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二生阿樂漢東 入粗戈 這個叫做為流 依流就是入流 就是入性流的意思 所以在裡面 就是有粗戈,二戈,三戈 四戈,五戈 這入獄是有所設的事情 那麽這個要怎樣 可以放入到性流 當然是以斷煩惱為主 煩惱若回家才能够生氣, 煩惱不回家才能够生氣, 煩惱不回家才能够生氣, 煩惱就是優管、優勞, 善惡兩種的優勞。 所以優勞若是不回家, 就是你在這個善境, 善的境界和最高, 就是讓你初三、二、三、四、四、 以及無色解、素空天, 這個無色解人的, 仍然是在煩惱, 這樣仍然不能算一秒, 所以一定要斷煩惱, 因為色解和無色解, 他原在是在煩惱中, 雖然他有尖定的追尊, 但是普遍之後, 就是說他將來在那個定徑中結束, 他這個結束未正真, 就是說煩惱未斷真, 他會再在煩惱。 所以我們修行、 學法, 重點是超四三階。 所以素空天, 還在三階裡面, 這個就不入性流, 就是因為他煩惱不回家的意思。 煩惱如果回家就入性流。 那麼佛道, 因為在裡面是說, 他現在下面這個大陸要改善, 頭上這個, 他這個隱瞬就是人為, 這個素衣就是, 我們正在介紹的這個素衣, 這是比較可以綜合到大乃乃法。 大乃乃乃經。 所以說佛道愛眾生, 靈人親近先提攜。 它的目的呢? 就是在法不在人。 就是定義, 學法的人, 是這句第一句叫做依法不在人。 依法修行, 不是依人修行。 這個重點是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說, 是要我們在法不在人。 因為佛道當初, 我怎麼說一句這樣。 五依法列頌, 非依五列頌。 佛道這是當初真心說的。 它是依法來列頌。 不是說我今天有三十二歲。 你們看我就好, 不是這樣。 所以這點問題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們這個呢, 我們現在還要來隨便現實的勃煩惱。 勃煩的時, 當前不能用這個主持三保為主。 主持三保就說, 那個佛殿齁, 起到很重嚴, 很大境。 齁, 不可以用這樣為主。 那也不可以說, 這個人的認證很多這樣為主。 我怎麼不可以這樣說一下。 因為認證很多人, 他不一定會受學者, 他的主體問題, 他會一樣, 跟跟的人會一樣, 聽的人會知道, 我將來他的目標在哪裡? 他不一定會這樣。 所以如果是你依人種, 折手這樣來平定齁, 這樣就不是這句說, 依法不依人。 了解齁。 所以這個要很注意啦齁。 那麼有時候要叫我們 從選定性去聽文政法呢? 這個選定性不能再說了齁。 因為選定性, 政府已經有拿出 六七種的資料 跟大家說過了, 所以這個不能再說。 不能再說。 不過今天這個眾生齁, 你要叫去人, 什麼人做選定性。 眾生, 在這個選法中, 這麼多選法, 到底做一個選定性。 因為這句選定性齁, 差不多選法中都說過了齁。 都說過了齁。 我早上做一個齁。 我也聽到入常法書齁。 他也說, 重要是選定性這樣。 但是他怎麼有競爭, 一個法語出來講。 不是大家這些鋼經都選定性。 現在他怎麼有競爭, 一個法語出來講。 他就是競爭的內容出來講。 齁。 所以今天這道地, 佛提主要聽經文台, 向選定性去文法。 那麼那個選定性, 他的初期就是一定要有選定性。 選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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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本身, 在這個無分別地。 當選法的人, 無分別地很多。 所以變成狹殊選法。 無分別地, 到底他今天講, 他重點就是他自己搞不清楚了。 但是當然, 這個聽法的人, 因為他沒有經過一番復活的教育, 他也沒有可能人說, 我今天, 入三部來這裡, 我一個重點就在這裡。 這個分別地選出來。 但是分別地, 他如果選出來, 就是說, 這個選法的法書, 到底他講的經過? 是有依法嗎? 有依法嗎? 還是他自己想自己講的。 當然今天, 聽文法的人, 他要來了解說, 這個法議裡面的政客和負政客, 他一定要有最多一種的努力。 一種的精進, 還要聽出來。 但是 düster才有正在見, 但是他慢慢慢慢的, 因爲該定月, 只不再滑溜之後, 他可以到這個神地色的這個, 改善裡面, 改定月, 他會本身在這裡滑溜。 因爲這個台生, 本身成為閑溜, 宿告法中的返佛的情報 他在裡面的佛陀,我怎麼跟我們講? 你要人為返佛生的情報 他一定要鼓授戒定規 他鼓授戒定規,但是他教學中 他的重點如何在戒定規 跟大乘佛教法的菩薩道 他拿出這兩個重點出來 第一,他本身鼓授戒定規 再教中心,絕對要修改日定規 甚至那個規,不是要屬我解答的規 一定要 讀到大乘佛教的這個 同解答的規 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佛陀跟我們講的標準 佛陀跟我們講的標準 那麼今天你要從哪裡去找聖地式 這個就是 最重要的是這個 比較重聖地式 聽聞政法 就是聖地式 比較有能夠講出政法 這樣 但是非聖地式 是不能講出政法 這樣了解吧? 不是聖地式 他就亂講一段話,亂做一段話 所以現在他們的聖地式 他的目的 聽聞政法的目的 目的的真意 不是為了名句中意 因為這個字 名句 因為名句比較成長 成幾篇的文章 現在這句話說得比較簡單 就對了 不只要聖地名句 讓他聽 要聖地都可以聖地 如果文字有聖地 文字比較聖地 也要聖地名句 怎麼可以聖地 不是要聖地 就是自己聖地也可以聖地 也不是只要解釋名句的儀儀而已 這樣說 重要是什麼的 那個真意 有啦 你如果看法界有些 叫唐名句的很多 法師 也很多 但是不可以說 那個叫做選地性 要注意喔 因為有政法 那個叫做選地性 就是可以教出了儀儀法 這樣說出了儀儀法 這樣說出了儀儀法 齁 所以呢 今天這個 看法界 就是選地性 要怎麼可以放學者 如理是位 如理是什麼話呢 這句話就有一點參謀意思嘛 那是如失智力 就是什麼話如來中 空性 因為這個是重要的 勝負 會 會 會 的 重點嘛 齁 因爲什麽 一切如來 會開經 當中是開如來 悉空 提醒的精力嘛 三切一切如去都有標準喔 前負 中負 到後負 當中完全一定 是開什麼 開如來 悉空 都會實體上 所以 佛道的經典 台性 佛教法 那個叫做客經 這樣 是這點 比較重點 那就好喔 因為那個阿癩 那是真不得意 佛道不方便 說不可以喔 所以這點 就說 看學者要優力 思維喔 就是好好參加 那些無性法 炎氣 本空的無性法 這樣 喔 那些人後呢 比較應該 比較醫療 愈驚 這句話就說 這是應該 醫療 愈驚 去思維啦 當然 這點是 什麼呢 就是以菩薩法 台性法 下去思維 所以我們跟主委說過 因為這個 各佛法中有一個 叫做 萬世佛教 萬世佛教 就是佛道要叫我們 我們第一種生怎麼會 怎麼會 怎麼會 端煩鬧 這是萬世佛教 是這樣 所以佛道說 是肅鐵 延棄 比較多分嘛 這個叫做萬世佛教 但是這個 根本佛教 就是那個無性法 它夠究竟 成就無性 正定 正確 這個 這就是這個問題 醫療 愈驚 但是你醫療愈驚 不是說 只要思維就好 就是今天這個療愈法 當然有一個佛祖 就是療愈法 就是療愈法 就是教我們修 台性不供法 而這個菩薩道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要 依法 水法 這樣 這個叫做法水法行 這樣就是依法二行 所以發台性了 好好樂性 個人開發地悔 藏著重生 這樣 這個叫做法水法行 可以做到重生 那叫做鼻底相溫 才能夠整個未來的 福威古教 生就無上正定感 這樣才能夠 度無量重生 這個叫做什麼 依法二行 所以這個是不應依初上的分別式 就是說不可以依初上集中 你自己的內心所分別 因為這個的內容就是 特有什麼 應二行的空地 這樣 這個就是說 你特有修衛健康 以後 就是應無所主 好 那比較依法二行 這樣 就是 在上 離上 在世間 但是 平時 中間離上 這個叫做在上 離上 但是 你不可以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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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中生不明理 你不可以幫他 他不可以幫他 他不可以 所以一定要好好去睡眠 這個自來 循環來的 重要 尖修是安裝有修 改團的主體是什麼法義 但是 改團的實際改團 什麼叫做 究竟的改團 這個有跟我們說 那個高法 那個已經就是 照那個孫子來 好 那麼 這個就是什麼 那麼 佛和義 要講宿義的 為什麼他要講宿義的 那麼這個 因為 要給三生 出法 出法業的行者 三生就是 假說二生 跟菩薩神 出法 出法 這個修學 就是這個行者 那麼這個行者 現在我們要告訴他 這個行者 這個行者 我們要心中 心中什麼 因為這個行者 反乎哪有行者 反乎 反乎 他要建立的行者 是一生的行者 一生的 四行者 聽到嗎 所以 擴典的四行者 就是說 他在人間 看能夠 這個 四位 不然 就是 財產的擴典 這樣 這個就是反乎 他的目標的夾 這樣 但是這個呢 是 一生而已 但是 現在這句夾 就說得夾 得夾是千秋萬歲 我告訴他 現在要主要這點 但是不是千秋萬歲 因為這句千秋萬歲 我告訴過這句話 應該是無量無所 四行者 好啦 不敢說 他能放給他 他自己選 我們現在說 四行者 用歷史說 他得到天下 會主欄 我們中國歷史 最多是九條 八百年 九條八百年,是亂五百年。 所以分一個春秋建國。 但是創業的人, 他創業起來之後, 他跟二十幾年, 二十幾年而已。 就是這個母王。 母王二十幾年而已, 他打到中王之後, 創立秋的天下, 他二十幾年就往生去了。 他沒有像文王, 他就文王過了九十幾歲。 就是這個創業, 是母王創業。 因為他, 會主侯在明天, 他打入這個叫中王的地道來。 中王到後, 休息在地前的老林。 這樣他創業, 他張國立書是八百幾年, 這是世間業。 世間業。 這是五百幾年, 通王。 那麼有兩三百年, 三四百年, 夢過到九十幾年。 我們知道嗎? 但是夢過在創業這裡, 也沒有幾年就死去。 這個我們要知道, 這是世間業。 但是出世間業, 現在, 現在, 我們將來要怎麼出世間? 出世間的業, 這個就比較重要。 這個業。 我們不要說千秋百世啦齁。 不要說千秋百世, 這個八千萬億。 我敢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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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虛空動手,看虛空多久。 虛空是無人機,所以創出世間應該比較重要。 聽到嗎? 因為虛空無人機,所以佛道的發心無人機,佛道的補身也是無人機。 但是他創藥創多久呢? 他創三大爺整體夾了。 所以這是比較矜勁。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 給三生創法藥的行者。 三生創法藥的行者,佛道、孤魅、無法的行者。 我們三生創人要創造未來永久的解決。 這個叫做什麼?法藥。 那麼絕對不可以對這個環境有種無邁。 還是如果你今天要創藥,但是你就怕得不對。 就是說我今天就要大行菩薩道,這樣來講。 所以說,國人創藥都是為自己的。 你一天一地不是為白人。 我告訴你真實。 今天就是你今天來去發揮道卡通, 所得的術相公領, 你不是為白人做。 你要做,是為自己做。 因為一天一地, 和你未來的生活都有相關。 你不懂說,我沒有辦法去辦理這些事情。 為什麼有公領要讓你記住呢? 想看,你有公地投資,這個就是創業中的一點一地 為什麼你叫我無法投資? 沒有你那個時間要做什麼? 你叫為什麼就無法投資? 你現在要自己想,你為什麼就無法投資? 那個工作是你創業中的一部分 就是你投資到二的一部分,為什麼不投資? 這樣我就覺得奇怪了 記著,記著喔,這句話你們記著 為什麼那些工作你們不要? 有的人就收支,為什麼你們不要? 現在要很注意這點,因為那個態勢不共犯 是共眾生黨者萬萬 所以應該是每一個人去參加,都有分 我們知道齁,但是有分,你們要對這個師父當地創業 也就要這個師父,不得有無法的情義 我說話,你們就聽到了 看這個師父,你對這個師父,對這個態勢不共犯 那就是這個了義法,還是這個依地不依性 這個內容,這個師父,我來去跟對 對於我要來創業,創未來 千秋結世,經無良期的這個業 那麼這個是不是有健康? 我們要注意這點啦齁 所以這裏是說,無法率法的基本目的 和究竟的義處,就是無最正的 可以正地正見這樣 這點很重要齁 所以說齁,什麼師父,帶什麼土地 聽到齁? 什麼師父,帶什麼土地 就說,什麼老師,帶什麼學生 了解齁 因為師父,很多種齁 什麼師父還是師父 這個藝學 生家的藝學還是師父 因為他那種師父就是帶那種土地 幼稚園的老師還是師父 高中的老師還是師父 大學的老師還是師父 habr架 你拔架也是師父 聽到齁 혹시你怎麼喝酒 為什麼是師父 有 enough 不 Bri ализured 既那些人待到之後 就告訴你慢慢喝到 having steps 你喝到陸上就習慣了 да profound 怎麼教 還會記得 而且不可能喝到水兩次都可以釋出 聽到齁 聽嗎? 那就是台中街路的一個標語 都喝水水,都給你嘴嘴 但是這個喝水水,這個有什麼老婆做書加出來 給朋友加的,給老婆加的 有時候老婆做書也有 不良的老婆就加不良的兒子,這也是書 要注意,所以輔廟加得很重要 但是今天我們要說的是出世法的書 但是這個佛法的書有很多種類 很多種類 所以今天不可以說這樣 可以靜低靜見,才可以每個佛法的根本目的案 那如果沒有靜低靜見,那不可能每個佛法的根本目的案 不可能 有時候輪迴力度是誰? 一生中佛法 今天主委你就要討論,我今天金星金星 如果不能做過,不能做過以上 我總是第二世,我都要不提算 不知道再退下去,不可以再退下去 第二世開始就沒有退下去 愛中、愛主委這點 但是今天人心難敵,五醫敵,佛法難問,五靈問 那你再退下去,那就是你自己本身沒有正常 那不就不停去退就忘了書,把你教不住 這樣,這樣而已 那如果說一個政治間的書給我們教,教到正常 會再退下去,就是你本身沒有正常 沒有應該不會退下去 會進化去 所以今天裡面比較說這樣 如醫法 這是如法 如法 立受政法 會政法 這樣 這樣 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醫療儀經 醫療儀 這是第一句 這個療儀就是第一句 看有沒有 醫療儀就是第一句 醫療儀 就是恐慮 恐慮的法儀 那個叫做療儀法 恐慮的法儀 那麼療儀呢 更是決定說到一聲 因為現在裡面有幾個說這樣 第一 醫療不理療 所以這句醫療就是醫第一句 那麼醫療儀 醫療儀和醫療儀 這個療儀就是決定說到一聲 一聲是什麼 就是菩薩性 醫療儀是可以說的 還是佛性 因爹為菩薩 高爹為佛 這個法一定要說出這個問題出來 那麼這個 那麼醫療是在說什麼 醫療就是在說如來中的空療 空性療 所以有比數益的真意疑 現在雖然還不能證明 所以才雖然還不能證明 所以才雖然還不能證明 還是說文化才不能證明 這樣才會說 我哪可以說 所以才雖然還不能證明 沒有證明 沒有證明 所以才雖然還不能證明 如來空性療 這樣才會說 清淨療 雖然還不能證明 但是 當然 一定認證 你按照這個素益去收 我按照素益來告證中心 這樣有一天 我們大家都可以證明 我們都可以證明 因爲這個是根本佛教 重要是這個 一定認證 但這什麼呢 這什麼 因爲那個如來中的空地 本來沒有證 那麼哪有證 這個就是 證無所證 開始叫做 破體殺道 就是心經說的 證無所證 證無所證 證那個無所證 因爲那個病沒有證 所以這個證 證是用文字上 證言上證 證用字語而已 事實說 沒有那個證實的問題 要做一點 所以我們就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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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證是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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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對這個法不行不對這樣。 你如果不對,你哪有可能改團? 聽懂嗎? 因為改團的重要是在地, 但是地不是地色的地, 所以剛才說依地不利色, 重要是在地,地是發色。 到底要依發色, 到底不行依地色。 要注意這點嘛, 所以依發色。 所以社群講到書意, 學者也因處理去書意地這樣。 用這書意,社群講的書意, 我們今天學,就要緊固這書意地。 他這邊, 最後一段時間在講頭像這個, 這個比較重要這樣。 來,現在會面。 副法律的重點, 會記者, 地形要合音。 不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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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懂不懂就留學了。 要注意這點嘛。 不是聽一點, 是正而已。 是依地是修, 修是解脫。 要注意這點嘛。 不然你怎麼會有, 不然你聽一聽要做什麼, 你不修要怎麼。 因為我們的目標是解脫, 解脫就要修。 修就要修好,正確就是依地嘛。 如果修不整, 要怎麼留念也不好。 那今天書意就說得非常貼貼最小。 今天這就是什麼? 依法不理人。 法是解脫, 解脫。 依義就是解脫, 解脫。 解脫。 對齁。 醫療, 就是說, 這個就是, 這個, 決定說的一生, 或是說大生。 那不然就依地。 依地就是叫做如來空性。 那麼既然知道, 這是我們書意, 我們學者, 法業的人, 就是經過這個書意。 那不然這個漸漸民都化。 你就要知道, 聽說這個, 斷煩惱是素意成這個基本義嘛。 基本法要斷煩惱。 所以斷煩惱就一定要修改。 所以這個三無辣的基本就是解脫。 這樣才有可能解脫。 那麼藝民這句, 這段, 定義, 九一一十四。 世尊出素意者, 是世間法。 但是, 一一吃, 一切一上, 出世間上上第一義義, 所有別體。 那麼藝民就說的, 一上所說的素意, 是世間法。 為什麼叫做世間法? 他是随順素意流之以殺素意的。 就是随順這個入性流, 這個要把眾生加, 加到你將來真的可以入性流, 所以他不說素意不行。 如果按照素意, 你根本不可能會入性流。 我會是這樣說的。 總是不會照顧白修, 因為你收小, 不得他又有勞。 那你如果是沒得到無勞的素意呢? 素意入流呢? 那麼當然, 你就一定要按照這個考驗。 那麼這個論告究竟, 實在只是一意而已。 那麼這個一意, 就是一切一中的最上意。 始終生出世間法。 就在世間中, 來工程刷法。 但是重要是看你怎麼出世間。 在世間中, 來講出世間法。 在世間中, 來修學出世間。 這樣。 齁, 這是世間這樣。 所以我們的謹心謹力, 那是今天是世間努力的。 聽不懂? 在世間努力, 自己可以台語法制。 這樣叫做出世間。 所以絕對不是說, 我將來死了, 我心裡都解脫, 不是這樣。 不是這個情形。 但是這個就是什麼呢? 當世比較出世間法。 是出世間意。 宿意, 就是比較真真正的, 可以出世間。 如果沒有經過宿意, 下去修學。 聖萬夫人跟世中表達的, 說你沒有經過宿意, 你將來絕對不能出世間。 齁, 所以當中下宿, 是當中意啦。 因為這個最中下宿, 是說三聲。 這樣來講。 不過這個最中意, 就是最中性的意思。 但是從日體來講, 是第一義。 是第一義。 因為日性、日體。 日體, 這個就說什麼? 別體。 從日體說是第一義。 因為那個是別。 那麼這個意, 就是最中性。 是最中性。 是最中性。 這個意, 第一義體, 這是最中性。 因為那個第一義體, 就是說, 那個無中的第一, 絕對不變的真理。 這是一個水面這樣。 那個叫做別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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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律別頭的別體。 那麼那個別體, 那個別, 就是這個別的究竟。 從日性, 當日體是說這樣。 那麼這個不是希望的無違反。 那麼希望的無違反, 那個無違反就是無所作為。 不是這樣。 不是這個希望的無所作為。 因為這個無俗的素體中, 這個叫做結別體。 這個就是究竟的結別體。 這個是生死, 有哪兒子。 就是以別體, 以最上性, 最上反, 最上義。 就是以別體, 以第一義體, 以敵, 這樣。 那麼這個結別體。 那麼這個結別體又是醫所啊。 就是說你中了要看, 貼 nursing不生不別, 這個叫結別體。 有哪兒就要以別體。 就是以第二義體的確證。 你如果沒有確證, 第二義體的話, 你就不可能有一個結別體。 因為確證, 第一義體就是正無性發驗。 這個就是這樣。 結別體薞是陽是醫所, 所以這個就是一切的救進醫。 所以你如果各自法本方 激性流 激性流就是這個初過激性流 定義十大聖位菩薩的第一位發肥地 激性流的發肥地 現在要記好好了 要做這點 所以這個 做的我們一定要留在佳佳 這個意思是在說這樣 一定要留在佳佳 那些開幕絕對我們抹抹抹 絕對不會安全 不會再退轉 應該是這樣 今天我們如果對了義凡 如果有抵抵入心 有政治見的位 應該就不會退博了 不會再退博 會進博去 所以它全嚴沒實在這樣而已 但李基人真裡面是跟我們說 無俗的素材中的接的提 是先是要儀償 要解脫了 要解脫就是儀償 但是立法就是儀償 但是這個生死 這個生死儀償 這個有阿伯說的兩種法規 因為這個接的基本 接的基本題 對剛剛說那個什麼 那個無性法 就是說如來中 你知道嗎 但是你如果開幕如來中的發生 那麼生死解脫是儀償 那麼立法 等到未來立法 這個可以說一下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 生死流轉 有哪一如來中 這個如果這兩句是相對 就是生死 等於輪迴 立法等於改團 但這個如果說 你今天生死流轉 會主體 根本 就是有哪這個 別體 別體 別體這個就是 他說如來中 他說如來中 因為如來中是 是那個叫善不善因 齁 生死是儀儒償 來中 來解脫 要可以解脫 立法有哪一如來中 齁 所以這個就是一切的 救經義 那麽 爲民這句 因為我們談到有說到 生死嘛 這句說生死有哪一如來中 所以現在爲民這個 既既 就是明義 那麼建義 就是說相主不便 為生死亦 相主不便 就是說無性法 本主立法 這個就是相主不便 但是相主不便 就是生死六德輪迴 是 生死六德輪迴 生死六德輪迴 是一如來中 公靈 一如來中公靈 有生死輪迴 齁 那麽這個 先萬夫人 他就叫一句 世尊 生死者 一如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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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奔責不可敵 這個奔責齁 大家就說最初了 用最初來撒 bluff 无数,这样来说是比较好说的。 但是,世尊无数来中, 过率性数,死命性率。 来,我们现在再看。 那么性率别提, 别提就是性, 这就够看这个别的别, 别就是结别的别, 就是本主结别的别。 本来结别那个无形法, 无形法本来无形无形, 本主结别这样。 那么现在一边就说, 先来说别提, 那个无形法的别提。 那么这个别提就是本主结别。 那么这个本主结别就说, 本来无形的虚空实象。 这个是在说的。 但虚空的实象就是我们人的发心嘛。 我们发心比较有形象, 叫做如来中。 但是有生死的问题, 因为生死是潜变万化。 如果没有一个主体功能, 那么就没有那些东西。 就没有这个生死的, 潜变万化的生死嘛。 比如说禄斗, 是生死。 但是生死里面又有一个正部和义部。 那么这些是对对的都义如来中。 所以这个说, 没提遗生死义。 但是这个经文里面的基, 是非常干额。 简单恶病, 没有解明显。 没有解明显。 但是灵気经有因到这本经典, 说如来中为生死义。 那不是怎么会说他们基本经典呢? 因为这个灵気经里面, 是大夫菩萨, 含佛德文的。 但是照顾这本性满经应该可能比较早。 如果是这样说, 因为那个法义上讲的话, 法义上讲的话, 刚才含这本有什么? 灵気经。 但是这里里面, 有讲到什么? 咸不咸咸? 如来中是咸不咸咸咸。 所以这流行含这个有相当。 所以这里比我们说, 灵気经, 正因本经。 就是大夫菩萨, 有听到佛德, 含这个圣满夫人, 供与这个法会。 所以这个灵気经中, 大夫菩萨, 这个还有大夫菩萨, 跟他提出这个经文。 所以他这句话, 是一个水面这样。 所以这个可以, 他跟我们说, 可以做参考啦。 但灵気经, 要络用, 因为这个灵気经里面, 我怎么说, 威胁更多部分。 注意, 如果你有机会去买回来看, 没办法。 真的没办法。 但是有机会, 可能我们怎么会说? 但是买多少说, 不知道而已。 那么这里说, 生死的流传, 就是三分的, 就是这类用。 生死的流传, 类用就是有五分, 六处十八回流传。 五分, 六处十八回流传。 五分就是这些石瘦最形成。 那么这些流传, 就是说, 第一说我们人生父的流传。 第二说多的流传。 六斤, 六斤到六丁。 刚才都可以说六处。 那么第三就是, 六斤, 对六丁之后生六夕。 这样叫做十八回流传。 所以这些生死法, 就说在生死法中, 这个生死法是无双的。 生死法是无双的。 因为多变嘛。 这个双的状态, 环境的变化。 所以这些都说无双。 我们人生和死, 这个叫做无双。 但环境多变的叫做无双。 人数多变。 你要长后不可能。 我说主意, 我才说主意。 你说我有心, 要自动这本境, 打到之后。 或是说我有心, 要将金器, 要对到这个法律。 每一边都会对到之后。 我跟你说, 你有那个心去反。 但是你不一定可以坚持到尾。 第一,你的心不痛。 第二,有时候你的环境会变。 为什么环境变呢? 你反省没多久, 不可以住。 不可以住台北关这儿。 让我继续听这个。 所以有时候境变, 有时候心变。 这样来, 就叫做无双。 所以你要障碍, 你自己看, 不可能障碍。 你如果没有心中变的心, 我现在说一个实在。 心中变的心, 我不双, 就境这边我不双。 因为有的人境这边就双早了嘛。 双早你再来听就不双。 然后再来说, 我的心到底要继续到哪儿。 要住这儿, 要继续到这儿。 所有的境变, 要打到这儿。 十分就要打到这儿。 这样就看你的阻力。 如果今天我继续发心, 七分咬, 要再咬什么,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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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没有人家说, 没有人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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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吗? 因为我们人家在生死中, 在生死轮回的这个世界里面, 一切都是生死无常。 心也生死无常, 所以我温心也就变了。 你知道吗? 现在生死法是无常无偶, 所以你不能主宰了, 无偶。 你知道吗? 但是这个, 这个参纳生死的无常法, 到底是怎样有厌厚? 怎样厌厚? 现在这个人要知道吗? 我们就无常, 应该有断的。 无常就有断嘛, 比如说, 那些人死了之后, 有断了吗? 我跟你说, 没断了, 真正没断了。 但是一般, 我在这里都没看到这个人了嘛。 没看到这个人了, 那么这个人到底在哪里就死了。 死了之后, 所以这就分别一个断到最后, 但是属于没断。 了解, 你要知道这个没断, 所以这里有多少给我们说到。 那么这个就是, 既然参纳生买是无常法, 但是怎么说, 它有情侯的原生呢? 就是作业的现在。 譬如说, 我正在作业。 这样。 再来, 收割是未来。 所以收割是未来, 就是头前不是后边, 后边不是头前。 因为作业, 整作业, 收割, 整收割。 你要注意一点嘛。 金帝, 通到这就是夏理夫的骨头夫。 回到近世纯, 结考。 结考中间的因为, 佛道家说, 跟金帝说, 你的师父一生中的公敌, 做到这么多是不是没有去? 是不是那些公敌都没有去? 金帝, 薄草, 做到这里, 跟社群说没有了, 怎么没有去? 那么基权没有去, 你的师父也没有去, 他说没有了, 不然, 你去找什么? 住的, 你去找好, 人死去, 本来就没有了, 那么你去找什么? 就是那个公敌基权有贴的, 那么你去找什么? 因金帝, 薄草, 做到这里, 更严重了。 所以我现在告诉他, 你的所作公敌没有去, 那么就是说, 你做的东西也没有去, 既然没有去, 反复的东西也没有去, 反复的东西也没有去, 原色生死, 所以生死并不回来, 这是一个问题。 但是, 学法的人, 他已经有根本的教育和何俗生公敌, 他死公敌也没有去, 因为这个是无老的东西, 无老的东西也没有去, 没有去, 就像你将来生去佛陀, 这样而已。 这样就没有去, 没有去, 一天一天就没有去, 所以你今天怎么做, 就是为你做的, 不是为白人做的, 我今天为我做的。 你来注意, 我今天不是为你做的, 我为我做。 那为我做的, 因为这些俗相说的, 这个法师的方便, 我没有建立不行了, 没有建立不能复合佛陀的大乡教育。 但大乡教育是, 如果要到未来生是有地, 以后来台比心来助中心, 你为谁做的。 你为自己做的。 那么你今天为自己做, 为什么你不留念。 所以這點就是跟我們說這樣 那個組織是現在喔 但是未來修復是未來 這個頭前不是後面,後面不是頭前 所以前後有什麼聯合以為生死輪迴呢? 那麼這個中間,既然頭前到後面不相關 那麼是怎麼聯合在這個生死輪迴? 所以現在也會免得跟我們說這個 我剛才台下有說過,因為業績不便嘛 業績不減,業績不減就是延續了 那麼他現在又提出一個過多的問題 那麼休息十分鐘更少